题目给我们的两个档案 一个是PPT01的简报档 另外一个是等一下我们要作为简报的背景音页的MP3的档案 好,我们看第一小题 首先我们打开PPT01 进来以后我们接着点选投影片1 在上方的插入 右方的音讯 点选以后选择我个人电脑上的音讯 来制作背景音页 接着选取C里面的ns.csfpp01的MP3这个档案按插入 完成以后在上方会发现多了一个音讯工具播放 只要点选在背景播放 就会自动的帮我们把制作背景音页的相关功能做一个勾选设定 第二小题我们点选投影片2 一记题目要求要做这个舞者的触发程序动画 首先我们点选这个舞者 接下来建议大家在常用里面的选取 将 选取窗格先打开 一记题目要求 点到进场的时候 可以看到 他的名称叫圆角几行事 好所以我们点按舞者制作动画 点选上方的动画 接着选取 其他里面的飞路 好 效果选项 字右 期间 点按以后 输入3 接着 请大家在点选动画右下方的 对话方块 平滑结束 3秒 触发程序呢 我们可以在意存时间里面 触发程序 点按 按一下就开始效果 点选 好 下拉 选取 圆角几行事 进场 按确定 第三小题 点选投影片3 分别选取 第1个 图片 接着按住Ctrl键不放 点选 其他 三张图片 完成以后 点选上方的图片工具的格式 右方 对齐 预计题目 选取 靠下 对齐 好我们可以看到 对齐在同一个 水平线上 第4小题要在投影片3的左侧 插入一个动作按钮的声音图案 我们点按上方的插入 接着在图案里面 选取右下方的 动作按钮声音 请任意的在 画面上 拉出一个 图案 动作的设定 按滑鼠的动作 会播放鼓掌的声音 好按确定 接着请大家点选 右方大小 对话方块 接着 调整 大小的 高度 1.84公分 宽度 2.25公分 好可以将大小 先缩合 接着位置 从左上角 2.03公分 垂直位置 15.24公分 替代文字 在描述里面 自己输入 CLAP 好底线 PLAY 好我们随时都可以将窗格开启 以及关闭 我们这边先关闭 图案样式 点选上方图案样式 其他里面 选取 色彩填满 橙色 辐射式 接着第五小题 我们点选投影片式 制作再看音色按钮的动作 我们点选 再看音色按钮 接着 在上方的插入 选取 连结 上方的 动作 以及题目要求 按下以后要跳到 好 点选 第1张投影片 播放声音 点按 鼓掌声 好 按确定 最后在投影片式 的右下角 要插入动作按钮 终点的图案 好我们点选 上方插入的 图案里面的 下方 动作按钮 终点 点选完以后 任意 拉出一个 大小的一个图案 按一下滑鼠 要 跳到 结束放音 没有播放声音 好 按确定 接着 调整 图案的格式 选取 大小对话方块 好 调整一下 大小 高度 1.84公分 宽度 2.25公分 位置 水平位置 从左上角 21.15公分 垂直位置 从左上角 15.24公分 替代文字 在描述里面 我们自己输入 CLOSE 底线 B 最后 图案样式 点选 上方图案样式 其他里面 选取 鲜明效果 橙色 辐色式 点选 到此解题完毕 档案 另存新档 在PP01里面 党名 PPA01 按 儲存 3 支। 7 7 8 3 9 9 10